浓缩的语言 经典的表达 中华传统文化中 最精致 最璀璨的瑰宝 短短几个字 就是一段历史 一个故事 一种情感 一番人生感悟 想领略一下 成语世界的精彩吗 那就跟着漫漫老师 一起进入 漫谈成语的世界吧 大家好 我是漫漫老师 又和大家见面了 立东是24节期中的 第19个节期 今天要和大家谈的成语 是与立东节期有关的成语 阳春白雪 立东是24节期的第19个节期 是冬季的第1个节期 在天文学上 太阳到达天球黄金225度 对应的是天蝎座 通常为每年皇历的10月 在公历的11月7日至8日交节 元朝大陆吴成 在月令72号集结中说 立东10月节 立 见识也 东 中也 万物收藏也 立东就是冬季开始了 万物的生气开始必须 进入休养收藏的状态 秋季的少雨干燥 开始向冬季的阴雨寒冻过渡 民间谚雨说 8月暖 9月温 10月还有小阳春 立东时节 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已是大雪纷飞了 但是在南方地区 初冬时节一般还不会太冷 时常会出现风和日丽 温暖舒适的小阳春天气 到了冬至以后 北方冷空气频繁南下 南方的气温才会普遍下降 迎来真正的冬季 因此较能反映 立东时节特点的成语 就是《阳春白雪》了 《阳春白雪》这个成语 出自古文官址中的 宋玉对楚王问出词 不过《阳春白雪》 最初出现的时候 却不是成语 而是春秋时期 著名的音乐大师 秦圣诗矿所作的 两首古琴曲 《阳春》和《白雪》 《阳春》取的是万物之春 和风淡荡之意 《白雪》取的是 凛然解净 雪逐琳琅琅之印 《太平广记》记载说 相传实况 出生于靖陵宫时代 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 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 只知道他是朝廷乐观 博学多才 精通 音律 心象 数学 和鸟兽语言 寝易非凡 变音力极强 还撰写过冰书 为了专心于音律 不受尘世干扰 他就用艾草 熏下了双眼 因此 他称自己为盲臣 在古代 修为高深的大德之士 其秦英 是可以通天地 弃鬼神的 诗矿 正是这样的人 他深暗阴阳之道 古传太极 就是诗矿所创 所以 他的秦义 不仅旷古说经 而且超凡入圣 每当他抚琴的时候 能使凤凰来以 本马驻足 飞鸟停顿 一次 晋平公 让石矿 抚一取青旨 石矿说 青旨不如青角好啊 晋平公问 能否请军 抚一取青角呢 石矿说 大王得宝 听了会收不起啊 听了恐怕会招致厄运的 晋平公说 不妨 我老了 平生最喜爱的就是音律 就碎了我的心愿吧 不得已 石矿只好抚了一取青角 石矿的手 刚落到悬上 只见西北方云团骤起 随着情声继续 突然狂风大作 暴雨如注 大殿内的围蔓撕裂了 安基上的器具 全都滚落一地 大殿上的瓦砾也被悬落在地 陪同 晋平公的王公大臣们 四散而逃 晋平公也吓得趴在了地上 此后 晋国遭遇旱灾 弑帝三年 晋平公也因此而身患重病 在古代 一个国家的乐风 能预示一个国家的命运 根据《礼系正义》 《乐系》记载 魏林公到晋国拜访晋平公 车马行至普遂的时候 半夜听到有人在抚琴 于是 魏林公就让乐师 师娟把乐谱给记录下来 第二天到了晋国 魏林公就告诉晋平公 他昨天晚上的奇遇 想让师娟演奏一下 昨晚听到的乐曲 晋平公同意后 师娟就开始演奏 还没演奏完 石矿就致指说 这是王国之音 千万不要再演奏了 晋平公问 何出此言呀 石矿说 这首曲子是咒王的乐师 师演所作 是秘秘之音 五王伐咒的时候 师演向东逃走 在蒲水投河自尽 你们一定是在蒲水 听到此乐的吧 魏林公说 确实如此呀 石矿的杨春白雪 传到楚国后 就成了楚国人的高雅之乐 宋宇就是当时楚国的诗人 宋国公族的后裔 是楚国的士大夫 他崇尚老子 庄子 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慈父家 在楚怀王和楚湘王时期 担任文官 在古代 不仅有四大美女 还有四大美男 他们是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安 南北朝时期 北齐将领 兰陵王 战国时期 楚国诗人 宋玉 和晋朝的玄学家 魏介 这些美男子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才貌双全 不仅文学音乐修养极高 而且文之武功 为振华下 因此 人们赞誉男子 才貌双全 会常用 言如宋玉 貌比潘安来比喻 有一天 楚湘王问宋玉 先生的德行 是不是有所缺失呀 为何百姓 都不怎么称赞你呢 宋玉说 是啊 当然是有的 请大王宽恕我的缺失 容我解说原因吧 有一位歌者 来到楚国都城影演唱 刚开始 他唱的是 影都最流行的下里巴人 当时 有数千人 跟着他一起唱贺 然后 他开始唱 杨阿谢露 这时能唱贺的 只有数百人了 之后 他唱起了 阳春白雪 这时 能唱贺的 就只有数十人了 最后 他唱出 商调 语调 并拜以流止调 这时 能够唱贺的 就只有几个人了 歌者唱的曲子 越高雅 能够唱贺的人 就越少 鸟中有凤凰 鱼中有昆鹏 凤凰能直击九天之上 达于天界之顶 那些穿越于翻篱的小鸟 又怎知凤凰所见的天地之高远呢 昆鹏展翅九万里 早上从昆仑山出发 晚上就到了东海之滨 那些在湖泊中游异的小鱼 又如何了解江海的广阔呢 其实 并非只有鸟族中有凤凰 鱼族中有昆鹏 人中也有呀 圣人境界高洁 德行深厚 超然物外 独立世间 凡夫俗子又怎知我的心心呢 后来人们比喻文学艺术的高雅 但不为大众所理解接受 就用阳春白雪 比喻文学艺术的通俗易懂 就用夏里巴人了 而且 现代人用阳春白雪 这个成语的时候 往往是带有 不为大众所喜欢的贬义的 不过 诗矿作的阳春白雪 能使凤凰来仪 可见 他的修为境界 已经达到了通天地 弃鬼神 呼风唤雨 与天地身心交融的境界 音律与乐器 只不过是他与天地沟通的媒介 这样的境界 确实并非一般的 反夫俗子 所能理解 修为达不到一定境界的人 也是难以产生共鸣的 因此 贬义地使用这个成语 还是对这个成语的典故 不了解呀 宋玉对楚湘王的这番解说 也并非是为自己开脱 而是他确实认识到了 对音乐理解的不同 其实是境界修为的差异 造成的道理 高处不胜寒 所以取高贺寡 不通俗不大众 并不一定不好 在古代 阳春白雪 往往是对贤德之士 高洁品格的赞誉 立东时节 北方雪飘飘 南方小阳春 所以阳春白雪 与立东节气 也是非常契合的 阅令72号集结中说 水是冰 地是冻 置入大水为甚 这里说的是 立东节气的 三个季后现象 第一号 水是冰 第二号 地是冻 第三号 置入大水为甚 立东时节 水已经可以结成冰了 因此第一号是水是冰 此时土地也开始冻结 因此第二号是地石洞 置指的是野鸡一类的大鸟 大水就是大海的意思 肾就是大阁 立东后野鸡一类的大鸟 就不多见了 海边可以看到 外壳与野鸡羽毛线条 颜色相似的大阁 古人认为大鸽就是野鸡落入大海后边的 因此第三号是置入大水为甚 在古代 立东是一个重要的节日 这一天天子要亲自到北郊行迎东之礼 礼弊之后还要抚恤孤寡 赏赐群臣东一 古金柱记载说 立东这天 汉文帝会赏赐百官披凹子 到了魏文帝时期 折让百官在立东这天 都要头戴大帽子 这是一种百姓戴的帽子 表示没有贵贱之分 所以也叫温貌 明燕说 立东补东补嘴空 劳作一年的人们 在立东这一天要好好休息一下了 犒赏一家人一年来的辛苦 在北方 立东节气有吃饺子的习俗 在南方 人们会用鸡鸭鱼肉 食鲜料理来进补 在台湾 立东这一天 东令进补的餐厅就会高棚满座了 许多家庭还会炖麻油鸡 或四五鸡来进补 双酱向人寒 亲兵陆水慢 蝉浆先饮出 燕带几行残 田种收藏了 依求制造看 野鸡投水日 化肾不将难 唐朝诗人圆枕的这首 用二十四气诗 立东十月节 生动地描写了 立东节气的气候现象 给人以亲邻肃杀出东的感觉 不过 立东进补的习俗 却给人带来了无限的温暖 这就是阳春白雪 这个成语的内涵和典故了 好了 今天的漫谈成语节目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关注订阅我们的节目 并推荐给您的亲朋好友 帮助我们传播 传统文化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